第31題想要觀察接觸面積越大反應速率越快的現象 應該取哪兩組實驗做比較 這還是控制變因法 要了解接觸面積與反應速率的關係 就要改變接觸面積而其他的條件都要保持不變 比如說這裡的溫度大家都必須要一樣 所以我們的溫度是要一樣的 同時我們的鹽酸濃度會要一樣 所以像我們的乙丙 鹽酸濃度一樣 還有我們的甲丁鹽酸濃度也一樣 然後後面就是改變我們的 碳酸塊的外觀 就在顆粒的大小是粉末狀還是顆粒狀 所以我們就發現乙丙 一個粉末一個顆粒 然後可以來做比較 一個是甲丁 然後一個粉末一個顆粒來做比較 所以我們哪兩組可以來做比較 我們可以選擇乙丙 也可以選擇甲丁 可是我們選項中只有乙丙 並沒有甲丁 所以31題問我們說 應該取哪兩組實驗做比較 我們答案選擇是B 乙丙 我們說一下